嗨,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不对,哈喽大家好,我是神经比 今天来教大家画一张夕阳西下的天空 看个我短视频的同学可能对我这个语速不太熟悉 就是听起来有点慢 但是吧,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来好好的唠一唠这张画怎么画呢 绘画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在画面上铺了三个颜色 第三个颜色呢是依次的往上排列 而且我把色号写在了旁边 那像夕阳的天空呢 一般情况下靠近太阳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会有夕阳红啊 最美不过夕阳红 还什么玩意儿 所以你看现在的画面最下面是橘色 然后是比较亮的这个黄色 最上面呢开始有了一点点蓝色 天空原本的这个倾向 我呢在现在已经画的颜色上面都覆盖了一层暖灰色 而现在看到呢我手不断贴到画面上的原因呢 就是我想用我自己的体温 把这张油画棒的画面温暖一下 好让我们画面上面的油画棒更容易金贵 金贵的意思就是拿我们金贵的手指把它给揉开了 接着是蓝色油画棒横向点点点的方式来铺满上面的画面 点的时候的线要短起面 越靠近下方黄色区域的时候 我们让蓝色的线条越少 差不多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下推着走 推着走 接下来要画一朵云彩 这云彩的颜色我选了一个紫灰色 我们拿这个紫灰色 也就是我现在写的画面上的622的颜色 在这个画面的左侧 踏踏踏踏踏亮天一听踏的点一点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呢 因为我接下来在这个颜色里面 少许的加入一点点的蓝 就可以让云彩的暗部呈现出偏冷的倾向 那么一边画的时候 一边要注意你周围的这个背景的天空 要用点点点的方式 完全的把它们给铺满了 只要功夫深 油画棒磨成针 总之背景的天空 一定要用点的方式 完全把它们给铺满咯 就这样就这样 我们现在开始在云彩的暗部 加上一点蓝灰色 然后呢 注意我们在云彩的边缘 还要加上一点点很酿很酿很酿 受太阳光照射的这个亮黄色 这样我们的云彩就成为了一个 被夕阳光照射下的逆光的云彩 那么目前你们看到的画面当中 云彩的暗部所呈现出来的颜色 因为用点点点的方式 所以是非常的丰富的 但从整体上看 它是一个偏冷一点点的灰色 那么关于物体的亮暗部的冷暖关系 一般就是亮不冷 暗不暖 暗不暖 亮不冷 我好像说的一样 反正就是一般情况下 亮部和暗部反着来就对了 但是这个冷暖关系要建立在 已经有的固有色的基础之上 不要随便的往里面加别的眼色 那么越往下画 越用点点点的这个方式 越要注意 将每一个颜色点上去都是清晰 而且让它们相互的穿插在一起 画了黄色这块区域的时候 注意多用点黄少用点暖灰 画了橘色区域的时候 注意多用点橘色少用点暖灰 差不多都能把画面整个覆盖住的时候 我们来画一下最靠近画面下方的云落 拿这个蓝灰色开始 也是横向的点点点点点点点 点出一个云朵的形状 这种点点点的方式呢 会出来比较丰富的画面效果 因为本来一块同样的颜色 通过我们用笔的笔触不同 展现出来了更多的一个变化 所以用笔的笔触呢 在一些小伙伴把握不好造型丰富的变化 以及明暗关系丰富的变化的时候 用笔触的丰富性来增加画面的丰富 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啊 继续的往下点吧点吧 把我们最下面靠近地面的一块的天空 颜色完全的填满 因为想让这块云朵的颜色更加的冷 而且更加的深一点点 所以我往里面加了一点普蓝色 加了普蓝色之后 我发现它太蓝了 于是我往里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橙色 互补色 进去让把它中和一下 为什么要往里面加互补色呢 就是因为本身的这个颜色倾向太过于明显 而目前画面里面 我想要的全部都是灰色 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了 为什么我画灰色总是感觉很脏呢 你要注意呀 所有我们画面里面的颜色 完全都需要有色彩的倾向 意思就是当一块颜色 我看不出来它是偏冷还是偏暖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块脏颜色 那这么点 你就能很轻易地判断出 你的画面里面到底有没有脏颜色了 现在用蓝色画出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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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的这个远山 为什么远山会是这个颜色呢 因为我们看到的空气它是有颜色的 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视觉经验 就是我们站在高处圆跳的时候 越远处的山峰看起来越像一张剪影 这个剪影的颜色往往是一个像群青或者是一个棱灰的颜色 这就是因为越远的地方我们眼睛所穿透过去的空气越多 那相对暖的颜色而言 冷色更容易让我们感觉这个物体是靠后的 画完了云彩的背光之后 不要忘记要在上面点出云彩比较亮的受光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画面的右上角好像缺了一点点 构图不太平均 于似乎我就在这里加上了一朵云彩 那加云彩的方式呢和之前是完全一致的 画完了暗部之后不要忘记稍微的加一点点亮射 最后我们就来处理一下太阳 以及太阳周围的关系 with no doubt 太阳是回肠回肠的酿 太阳周围的关系